這個叫做 活水深層逆滲透的保濕精華 它是一個有帶一點點 輕油脂的狀況 然後你看它擠出來是這樣 一點點而已 不過它不會黏 也不會很油 聞聞好不好 這個很舒服 這個非常的舒服 油嗎 對 一點點 然後它可以 很喜歡油 它會適當的補一點點油 然後可以幫助你深層的補水 這個是精華液 是非常清爽的油 對 沒有那麼油 對 不油膩 最主要重點是它裡面有加了一個 叫紅石柳的成分 紅石柳可以疏通你細胞間的 這個水分的管道 因為大家知道紅石柳是抗氧化 對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皮膚很容易缺水缺油 所以你一定要擦完精華之後 再加上一個乳霜的成分 把這個精華鎖在裡面 然後外在會有一些油脂 也會讓你的皮膚會變得比較潤澤 然後這一瓶就是跟它是同一個系列 叫做活水保濕乳霜 這個乳霜你發現它擦上去就比較綿 然後其實它這裡面都有一些 獨特的香料的成分 也會讓你的整個皮膚比較舒緩一點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會發現 整個膚色看起來就比較亮了 這個 這個是有差的有沒有 比較亮 然後比較水一點 對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有 真的 對 來做到加強保養的功能 我覺得缺水的話 對身體機能的影響真的很大 而且還有可能會造成 肌肉關節的不適 像我一個朋友 他之前去打球的時候 他沒有喝什麼水 然後他的膝蓋在做跳躍 或者是做一些跑步的時候 就覺得膝蓋會很痛 可是他那時候也沒有受傷 也沒有被撞到什麼的 然後我們朋友還笑他說 你老了 要吃微骨粒 就這樣嘲笑他 可是他後來去給醫生檢查之後 才發現他的膝蓋關節 好像沒有到很老化 可是因為他水分不足 然後他就造成 他的軟骨之間摩擦 就會造成這種疼痛的狀況 然後後來醫生還警告他說 如果你以後運動的時候 或打球再不補水的話 那骨頭很容易就會被抹掉 好可怕喔 對啊 說到這個問題 我就要問問黑人哥了 以你這個奔似的高齡 你怎麼還能夠跳那個什麼 兩公尺 真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沒有 我以為那是搞笑影片 我以為你是要來玩 然後撞到那個 就你真的要 撞到哪個 撞到你下面的 你是不是小小黑喔 我以為 我以為你是好玩的影片 而且你那個跳箱 等於比你人還高對不對 因為我不相信你跳得過去 兩公尺 兩公尺也比你高 我一米九 我就跳過去 一層到底怎麼跳 你怎麼還跳得過去 我也不能跟你們解釋 要怎麼跳 這是要搭配一種激勵 協調性 跳躍力 還有你對事情的這種 凝聚還有意志力 跟你們講那麼多沒有用 其實除了老了之外 老了可能會有一些 脫髮性關節的問題之外 就像你剛才講的 脫水的情況下 是不是對關節也比較不理想 其實當你脫水的情況 有兩種情況 可能會讓你關節痛 一種就是說有些男生 現在男生有時候 都很喜歡吃肉吃海鮮 吃什麼的 所以你有時候 其實尿酸本來就偏高 如果你已經知道 你是高尿酸血症的患者 像之前有一個男生 年紀沒有很大 二十幾歲 就大熱天去跟人家拚鬥牛 然後全身都是汗 也不補充水 後來那天回去之後 馬上就痛得要死 結果是什麼 是痛風發作 為什麼 因為當你嚴重脫水的時候 它那個痛風 你本來尿酸是一個穩定狀態 雖然高 但是還是在那邊驚著對不對 可是等於你大量脫水的時候 一濃縮 你想我們小時候學那個化學 一濃縮是不是結晶就跑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痛風 尿酸結晶就出來了 所以就開始發作 所以第一個 就是那個皮靈太高 對 所以你本身已經是高尿酸血症的人 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如果會大量流汗的時候 你一定要適度補充水 不然造成你體液過度濃縮的情況下 可能會造成痛風發作 那個運動員很多是痛風 真的 牙起來那不得了 不得了 有些投手 痛風 那紙插球投不出來 因為它那個關節已經腫起來 你知道嗎 我的球路只剩下直球 每一球都直球對局 會卡著 超痛 對 那會很痛 爆炸痛 那是風吹過就痛 所以叫痛風 很痛 所以關節痛是痛風 有一種痛 莫名其妙的紅腫熱痛 那種可能是痛風 因為是在比較末端的關節開始 像你的大拇指或什麼 通常大拇指 對 然後可是第二種是那種 真的是你的關節 那種軟骨那種脫水 或關節盤 就是說那本來是一個QQ的東西 它是不是裡面包了很多水 就彈性好 可是如果老化而脫水 或者真的你嚴重都不喝水而脫水 這個時候就像你剛才那個醫生講 他在這樣撞擊的時候 相對他的彈性沒那麼好 所以就容易受傷 所以美國曾經做一個很妙的研究 他讓那個一天到晚 在那邊叫腰痠背痛的人 叫他做一件事 說你適量的補充水分 尤其你如果是平常少喝水的人 他發現這群人 適度的喝水之後 他腰痠背痛的情形 有些人會緩解 因為你本來那個骨頭 就一直壓一直壓壓 在某些狀態下你就不舒服 可是你適度可能喝喝水 動一動 其實你可能就好很多了 我們一天大部分 大家的認知 要喝到多少水叫做正常的 或者是健康的喝水量 2500 2500到2500 2000到2500 跟卡路里一樣吧 水分是沒有卡路里的 就是說如果一天要1800卡 是不是就1800cc 我有真的聽過 這大部分大家的認知 這麼晚看電視 還是要長一點知識 正常的喝水量 要喝到 他沒有 他是知著上鎖罵槐鼠 你講出來的東西 他沒有知識 也要回看電視 他說我沒知識 知上罵槐啦 謝謝老師 經得起這樣子調侃嗎 我記仇了 他拿巧克力下午 我記到現在 好... 謝謝 對 在網上確實有這樣子的說法 對 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如果真的抓比較嚴謹 確實是用卡路里 去對算你的醫院 台安醫院掛寶症 跳出來護航 可是有幾種算法 你這個是其中一種 你就知道以你常來為什麼 張醫師第二次來而已 對... 然後第三次呢 我會很溫順 我會很溫順 剛剛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就是這樣子 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這樣 沒有... 沒有 我接受 我們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要真理來講真的 他有很多種 有聽過這個 但是正確的應該是什麼 按照我們人體的結構 我們每天的小便 最少可以到500CC 最多可以到12公升 這叫做正常 12公升 尿耶 尿 那麼我們每天要喝到多少 12公升是12000CC 多少幾公升 5000的 兩桶半 兩 兩桶半 快3公升 按照我們正常的腎臟的功能 你把它去用科學的方式 去把它做計算的話 少可以到350到500CC 多到12公升都叫做正常 可是我們今天正常 大家在過這樣子的生活 每天要喝多少CC的水分 它叫做正常的水分 其實它的根據是要以 每天喝到可以產出 1800到2000CC的尿液量 它才叫做正常的水分 也就是說我夏天喝2000CC 跟冬天喝2000CC 它出來的尿液量 它的多寡 其實你不見得 你在夏天喝2000 你只有尿出來 700CC的尿液量 它叫做我的水分是足夠的 這是第一個觀念 所以我們怎麼樣知道 我們一次喝 一天尿出來有2000CC的尿液量 就是中午之前尿三次 5點以前尿三次 睡覺之前尿三次 用次數來算 你這樣算會比較簡單一點 還是隨身帶寶特瓶 跟帶尿液量 你這樣不需要 你要選 因為正常我們的膀胱的容納量 大概是300多CC左右 你就會想要去上廁所 膀胱容納是300CC 張醫師 體會的話就是 你才知道我是醫師了 醫師 正常的 我一直很尊敬 是有人不能連醫生他都你知道 OK 不能挑戰 沒有 我很尊敬他 是他剛剛殺罵我 我沒有罵他 他是老師 老師 是真的不能挑戰 雖然不是醫生書念的也還可以 因為醫科都有這種傲慢 他覺得所有醫科起來都不是 我們書念的不多 真的書念的不多 我分享一個 我有一個患者 他是一個美國來的英文老師 他在找我 英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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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知道 英文老師來台灣 學習台灣的文化 後來就在 也是從髒話開始學吧 他從其他地方 他在其他地方教英文 回來台灣在中南部教英文 那他後來來門診的這個症狀 他就說 他發覺他來到台灣三個月 他每天的小便量變多了 跟他在美國比較起來 他每天都尿大概三四千cc的小便 白人 白人 所以他問出他的腎臟也沒有問題 於是我們就把他收住院進來做檢查 那麼從這裡可以知道 剛才講我們有的時候的飲食習慣 我們的水分 他來到台灣就跟著這些他認識的朋友 去夜市吃東西 吃燒烤 吃這些夜市文化 鹽分攝取量過多 水分攝取量過多 他的尿液量就變得比較多 所以後來就知道 飲食會影響我們尿液的排泄 這我一定要在醫師面前講一件事 有四位專家說說 我跟我先生上個月去日本玩 我們去吃月前泄 有沒有 11月7號解禁吃泄 有一天晚上我們四個人 這麼大東西攪那麼多汁有沒有 我們四個人吃了六汁 所以一個人吃了一汁半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很高興的去睡覺 怎麼樣 旁見來找你們 誰吃我 好可怕 什麼汁 不是 因為那家店是150年的老店 美食家推薦的菜籃推薦過 你知道菜籃那個 香港的美食家他推薦 所以我們是專程坐飛機 開車去吃150年的老店 所以他房間裡面沒有廁所 他要到外面的 澡堂的公共廁所 我要問專家這件事 我跟我先生那天半夜起來 上廁所四五次 是不是因為吃了那個蟹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尿失禁 是尿失禁 對老師不尊敬 真的為什麼是吃蟹 蟹泥尿嗎還是怎麼樣 不是 當我們吃的蛋白質的量高了 或者是像這些海鮮類 它普林質相對來講比較高 所以它會讓你有 溶質性的利尿效果在晚上 所以你的腎臟會到晚上會要工作 所以晚上 像現在講我們講說 肌肉關節不是 有的時候我們的電解質異常 也會導致你的肌肉會不舒服 會抽筋 對 它會抽筋 所以那運動飲料是補充電解質 它會迅速的讓你吸收 然後迅速的去補充 所以老師這個是 有些人他覺得白天的水分喝得不夠 他會到晚上的時候 他會到晚餐以後 毛起來喝水 吃水果 夜裡就會一直不斷的上廁所 對於它有夜尿的症狀 所以這個是在水分的調節 跟它的配比上面 大家一般上班族的觀念 有的時候它不見得是這麼的正確 所以像上次那個外國老師 只要去飲食去做調整 吃得不要太鹹 水分去把它控制好 其實它的尿液量就回復到正確 就好了 魚裡吃什麼 其實針對關節的部分 我這邊有幾個很簡單的 就是你要保護關節 又要補水的話 倒是有幾個可以建議大家的 因為像我們一般來講 只要關節疼痛 都會考慮到辛香料的部分 目前在疼痛醫學的部分 他們發表的是薑 你可以用一點薑汁 但是薑汁你吃太多 還是會造成胃不舒服 所以大概就是500cc左右的 大概就是半個老薑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柳橙汁的部分 也是設計給你們喝的 但是因為柳橙汁很好喝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喝過頭 所以基本上 就是大概是兩到三顆 為什麼用柳橙汁呢 因為一些柑橘類的東西 其實有類黃銅的部分 它對於抑制所謂的一些 比如說肌肉發炎 或是你運動完之後的一些 有基酸的代謝部分 其實是有幫助的 幫助你乳酸的代謝 所以這個柳橙汁的部分可以喝 但是也不用太多 或甚至你吃柳丁也可以 然後另外綠茶部分 它也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它可以預防你的一個 關節的痠痛 所以大概是三到四杯左右 這邊為什麼設計一個魚湯 其實你可以吃一點 比如說像有Omega-3的 一個魚的部分 但是你要記得連魚肉一起吃 而不是只有吃魚湯的部分 因為它的油脂其實都在它的 好的油脂都在它的肉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 因為肌肉關節的不適 就是引起的輕微的疼痛 那飲食上面是可以改變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 影響到你的 比如說膝蓋關節這個 你可能要考慮到一個 在我們營養學上面會講到 就是你體重過重的問題 對 像有一些 像很多上班族體重過重 也都會 他跑步就是可能運動一個禮拜 他就覺得不舒服 多喝水的話 體內循環才會好 然後才會健康 如果生病不喝水的話 就會 久病很難痊癒 對 像我以前的一個同事 可是他很像駱駝 他很少喝水 可是然後他會喝的話 就會喝含糖飲料 然後有一次就是他就是感冒了 然後他就一直進出診所 都一直大概一個月都沒有好 然後快要好的時候 就變成很像卡痰那樣 他進出診所很平凡 對 會不會他職業是醫生 他是一般的上班族 敢笑話 他是一般上班族 然後他就會一直進出醫院 然後後來就是醫生就問他說 他是不是很少喝水 然後他就說他只喝 就是有含糖的飲料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叫他把飲料戒掉 然後改多喝溫水 這樣子談才會好 他感冒才會趕快好 結果後來他就照著醫生這樣說 然後他就多喝溫水之後 就健康了 體溫上升一度吸 發燒的時候 我們的水分會從汗線中揮發 大概是 就是我們在感冒的時候 只不過是喝個水 竟然有這種神奇效果 為什麼感到疲倦 想喝水可能有效果 原因在於他發現 他們可能是作用在 我們認為十二指腸那個部位 有一些接受器 這時候引起一些反應 造成交感神經興奮 交感神經興奮 對 所以當交感神經興奮的情況下 才是讓你不會疲倦想睡的原因 所以他那時候說一句很有趣的話